第231章 双神争吵 好你的冰神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居然抢我继承人 跟你拼了 海神波赛东像是心梗发作一样怒气冲冲地往冰神殿赶过去 盼了几万年盼来的继承人波赛东自然是无比珍惜的 说来玉玲珑还真算得上是他的正统继承人呢 毕竟玉玲珑体内含有的那一丝神明血脉 就是波赛东之前为了抚慰大祭司波赛西安心地待在海神岛 而特地贡献出去的一滴神明之血 原先波赛东也没有想到这里血还真有这样的机缘 本来只是为了恐怖骗一下波赛西那小丫头 不想让他因为唐晨而离开海神岛 毕竟海神传承人还没找到 经不曾想峰回路转 还有这样的惊喜 玉玲珑可谓是相当于是海神自己完完全全培养出来的正统继承人 刘二龙吃了那带有神明血脉的奇花异草剩下来的玉玲珑 而那株花上面有唐晨跟波赛西的血 再加上一滴海神之血 原本是想要借助海神之血孕育一个唐晨跟波赛西共同血脉的孩子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玉玲珑还真算得上是波赛西 唐晨和海神的孩子M 桂圈还挺慢的 幸好弗兰德不知道真相 不然的话 说不得当场就得来个原地去世 神界 海神满腔愤怒地赶到冰神宫 冰神 你这是什么意思 居然敢抢我的继承人 波赛东怒从心来 虽然海神跟冰神都是一级神底 但是他有自信 凭借自己的实力 可以打过这个数万年偏居一友之地 从不露面的冰神 但事实上 啪 冰神听到波赛东锅造的声音 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还以为是谁的传承者呢 没想到居然是海神的印记 反正只要是不是神王 他就不害怕 你什么意思 抢了我的继承者 居然还给我脸色看 你有理了 波赛东挨了一个嘴巴子 还没反应过来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怒火冲天 没想到被这小娘皮给打了一巴掌 这让他一个一级神的脸面往哪放啊 何况冰神数万年来 在神界并不突出 所以波赛东并不知晓 他的战力几何 打你就打你了 难道还要挑日子吗 是谁给你的胆子 改在我的冰神宫放肆 坐在冰雪王座上的女人 不悦地挑了挑眉 他在神界的存在感太低了 以至于这些臭鱼烂虾 都敢随随便便地犯上 身为元素神之一 他的神力虽然不及神王 但是打起这些其他所谓的一级神奇 还是绰绰有余的 极致属性一旦修炼到达极致的话 完完全全就是越阶段碾压 而玉玲珑拥有极致之兵的武魂 并且冰火同源 一旦将他的第二武魂鬼车 修炼到极致之火的话 到达七十级 就能越界对战封号斗罗 这还不是那种 刚进入封号斗罗层次的人 而是那种九十五级以下 基础稳固的封号斗罗 所以玉玲珑是他最好的传承者 他是不可能让着喊神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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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人太甚 那就不要怪我一个大男人 欺负你了 波塞冬觉得自己的 都要被气出脑溢血了 当神那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被人 啊不 被神这样鄙视不屑 来就来 谁怕呢 老娘不出山 整个神界 什么臭鱼烂虾都赶上来挑衅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元素神之威 冰神用冷淡的神情 说出这样豪迈的话 眼中满是对波塞冬的讥讽 这谁能忍 波塞冬不服就直接干 这一战打得天崩地裂 神界不少人都被惊动了 你们在干嘛 听到熟悉而又令人厌恶的声音 冰神才停下手 而波塞冬已经被他做得鼻青脸肿了 修罗 你可算来了 波塞冬像看见亲人一样 直接修罗神旁边诉苦 你不知道冰神有多可恶 居然把我的继承人抢了 我一时气愤不过跑去跟他理论 他居然把我打了一顿 海神全然不提示自己先跑过去挑衅 一味的添油加醋给修罗神倒苦水 修罗神有些疑惑地看着冰神 实在是冰神数万年来都不怎么有存在感 怎么看都不像是挑食的存在 反倒是波塞冬这家伙 一向都喜欢跟他对着干 你怎么说 冰神 哼 那小丫头的武魂可是冰属性的 而且是极致之冰 当然是最适合做我的继承人 何况海神又没有给他降下绳考 这自然不算是海神的继承人 我这也不算是抢人吧 修罗神 更何况这家伙 一进来就跑过来跟我质问 我好心跟他说清事情 圆尾聚餐 直接挑衅我 难道元素之神现在都这么被人看清吗 为了维护元素之神的威严 我自然是要应战的 让他看看元素之神的真正威力 冰神三五句的就将事情的始末讲清楚了 这让修罗神无语地看向波塞冬 自己挑事打不过 居然还跑过来告状 这就真的很波塞冬 真给一级神丢脸 修罗神作为神界五大神王之一的执法者 自然听清了冰神言语中的漏洞 句句不离元素之神 无非就是在提醒自己 他有后台 修罗神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神界虽然不是他的一言堂 不过作为神王和执法者 他的权力确实挺大的 但是权力再大 也总有那么一两块难啃的硬骨头 比如说冰神所隶属的元素之神这一群体 再又比如说属性神群体 这是一伙人 并不是指单个的神位 元素之神就包括了自然界中的各种元素 如金 木 水 火 土 风 雷 光 暗 而属性神分别对应的却是速度 防御 攻击 总而言之 这种抱团的神很难啃 而偏偏他们却又对应着各自的属性和元素 让众人找不到一丝错处拆散他们 波赛东 这次你太过于无理取闹了 赶紧跟冰神道个歉回家撕过去吧 修罗神不敢轻易得罪冰神 只能让波赛东这个挑逝者轻拿轻放 冰神嘴角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 这就是神界的执法者 所谓的修罗神 一个人越是看中什么 他就越是没有什么 而修罗神表面上对诸神一视同仁 遵守秩序 其实他比谁都会钻法则的空子来行使私权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他一定要覆灭这所谓的狗屁执法权 第232章冰神的谋划 凭什么 凭什么要我道歉 海神真的冤枉死了 冰神这个死婆娘 看见他就跟看见识一样嫌弃他 他受此对待能不难受吗 当然是直接上去单挑啊 而且玉玲龙确实是他内定的传承人 加上体内有自己的一丝血脉 这还能给其他什么 简直就是强强豪夺 这个死婆娘 够了 你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 没等波赛东说出后面的话 修罗神就大声打断他说的话 喝着他立刻向冰神道歉 波赛东看着愤怒的修罗神心中产生了一丝异样 自己还没有说出和事情的经过呢 修罗神就急于下定律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铁面无私 律法无情的执法者吗 居然这么武断 但是他也没有细想 直接大声嚷嚷出自己的证据 冰神啊 冰神 你抢人倒是抢得挺快的啊 你抢得快又有什么用 就算那孩子没有接受我的海神神考又怎么样 他已经跟我的神器融合了 并且拥有30%多的海神清和度 你可知这是为什么 难道你寻找他当继承人的时候没有发现 波赛东冷笑地看着冰神和修罗神 今天这一闹倒是让他看明白了一点神界的事情 原本在神界岌岌无名的冰神居然有着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实力 而自己眼中所谓公正的执法者居然这么武断 这平时还看不出来神界的水这么深呢 这一刻波赛东只想将神位传承给玉玲珑 然后赶紧离开这里去追寻更高层次的实力 波赛东的一番话让原本稳操胜券的冰神和有些恼怒的修罗神愣住了 这话什么意思 冰神不悦地看向海神波赛东 这人该不会是输不起吧 呵呵 那小丫头体内可是有我的一丝神性血脉的 这可是我完完全全培养起来的完美继承人 你就想这样伴到街走 凭你是谁啊 波赛东从知道玉玲珑被截到现在可谓是极为不爽 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 心里大写一个爽字 什么东西 半路抢我继承人还有理了 冰神没眼间满是错愕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一出 但却没有完全相信波赛东所说的话 他闭上眼睛稍微运转自己的神力 下记玉玲珑手背上的雪花印记闪动一下 随后冰神睁开眼睛 眼中满是酸涩 没想到波赛东说的居然是真的 那这可就意味着玉玲珑完完全全是波赛东的人 他压根没全力干涉玉玲珑的神位继承 可是等了这么久才等来这一个苗子 他实在是不甘心 再说冰火同源关他海神什么事 这样一想 冰神又放下心来了 待会儿再说服波赛东 无非就是多付出点代价吧 如果实在不行就舍弃了火神位 也不是不行 反正火神已经死了 他只是在他弥留之际答应有机会会提他报仇 并没有说过要包揽他的神位传承 当然 他最希望的还是玉玲珑按照他原计划那样 进入神界 冰火同源 最好是继承冰神跟火神两个神位 这样不仅拥有更强大的实力 还能在元素神中一人占两位 你刚刚怎么不说清楚 修罗神原本的怒龙现在更加深沉了 如果波赛东早点将这个事说出来的话 那他就有权利拒绝冰神了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波赛东白了一眼修罗神 原本他就不怕修罗神 现在知道了一些矛头更是对他感到无语 说你也要给我机会说呀 我还没说完 你就直接一锤定音了 好大的威风呀 神界之发者 听到海神枪声 修罗神兵神眼中满是笑意 只要是跟修罗神有对立关系的 那就都是他的朋友 你 哼 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要是再像刚刚那样摧毁几座神山的话 那就休怪我无情 修罗神被海神这一对整个神都不好了 感觉周围围着看热闹的神底都在笑话自己 于是一甩袖化作一道流光 离开了此地 哼 冰神看着修罗神离海的背影 冷笑一声 眼中满是厌恶 这一幕被海神捕捉到了 所以这两人确实不看不顺眼 而且还有点什么苗头 海神直觉自己好像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 冰神那种厌恶是由内到外的仇恨 即使他掩盖得很好 但波赛东一眼就瞧出来了 好了 既然这件事情解决了 那我就先走了 波赛东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 看到冰神 他就觉得像是看到了一个定时炸弹 他的继承人绝对不能跟精神扯上一点关系 等等 波赛东 我有些事情要跟你商量 还请罗布冰神宫 是关于继承人的事情 此刻的冰神 整个人态度完全不像刚刚那么嚣张 反而十分谦和 波赛东眼神有些惊悚地看着冰神 只觉得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 不必了 既然继承人归属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波赛东一点都不想跟冰神交流 能够跟修罗神那家伙硬抗硬且让他低头的喝不多 他可不投铁 还是不要往这上面撞往 刘布 且听我一言 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 既然那孩子体内带有一丝你的神明血脉 那也可以算作是你的寇代了 波赛东听到这话 原本要走的脚步倒是停顿了一下 你到底想说什么继承人 我是绝对不会让给你的 不管你拿什么来交换 老子还想让他赶紧继承神位 我好远离这危险的神界出去浪呢 再说这算是我另一种含义上的血缘后代了 没啥不放心的 神位交给玉玲珑再合适不过了 他是双生五魂 并且冰火同源如若继承冰神跟火神神位 一进入神界实力就堪比神王 并且没有违反规则 其他执法者不能说什么 波赛东听到这话 停顿了一下脚步 实力堪比神王 而且又没有专规则的漏洞 也不算违反神界秩序法则 这个倒是挺妙啊 随即反应过来 波赛东转过头 错愕地看笑冰神 这女人到底想干嘛 直接造就一尊堪比神王实力的继承人 想要试神吗 波赛东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 他好像知道是谁了 恐怕就是修罗神吧 什么仇什么怨啊 这下他倒是有点八卦了 第233章各大势力的关注 冰神传承神柱发出耀眼光芒的时候 各大势力也在此注视着极北之地的方向 七宝琉璃宗 这是什么波动 居然这么强大恐怕 冰峰智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极北之地的方向 那道耀眼的光柱现在还没有消散 只是在七宝琉璃宗看的话 也不过是一条白色的细线拔底而起 峰智 我感受到了 这股极致而又恐怖的威严 恐怕也只有那个境界才会有可能产生的波动啊 看来又是一尊神奇传承的出世了 不知道是不是融融他们闹出来的动静 如果是孩子们中间的一个继承神位化 那就好了 剑斗罗看着光芒的方向 眼中满是向往 到了他这个年纪最大的成就 恐怕也就是极限斗罗之下了 又哪敢奢望着神体传承 只盼着宁龙龙能够得到一尊神的青睐 继承一个神位 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啊 玉玲龙双生五魂的先天优势 才得到了海神的青睐 而且还是雪叶大帝 亲自拿出来的成神通行证 汉海乾坤照 连双生五魂的唐三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更何况是宁龙龙 虽然剑斗罗一直夸赞宁龙龙 是宗门几百年来难得一出的天才 但比起玉玲龙 唐三等人却还是差了不少 五魂殿的天使神殿 极北之地 居然有神奇出世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神位啊 是时候该让小雪继承天使神位了 这孩子这些年跟比比东 倒是变得越来越轻易了 也不再时时刻刻粘着我了 这样也好 等到我献祭之后 他们母女在神界二人 能够相互扶持 还有蓝殿霸王龙家族的 那的孩子也有成神之姿啊 就是希望 爱 罢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寻即犯下的错 没必要让小雪来承担 她过得好就行 只要比比东好好待她 她以后一定会幸福的 千道流 看着巨大的天使神像 又开始发出虔诚的祷告 海神 罗沙神 天使神 三神奇聚 还有一尊未知的神奇出世 加上现在这个大陆 突然邪魂是泛滥 只希望不要出什么大事才好啊 叫黄殿的比比东 也感受到了 极北之地方向 传来的神性气息 极北之地啊 玲瓏他们就是去了 极北之地历练吧 还有那小子之前就传信 过来说要去极北之地 莫不成 这动静是宇文书那小子 弄出来的吗 比比东筹眉不展 罗沙神力 他已经好久没有继续修炼了 只有最开始 重生回来的时候 才修炼了几年罗沙神力 毕竟他需要快速的成长 才能够一举拿下教皇的位置 现在反而不用那么急了 他心中没有了上辈子 那么大的力气 所以对罗沙神位并不是那么向往 而且罗沙神位跟天使神位 是对立面神位 彼此的气息会相互厌恶 千任雪也是知道 比比东罗沙神考的秘密 所以一直都没有开始 天使传承神考 雪儿也该开始继承天使神位了 不然的话都要落后玲珑了 可是如果得知真相之后 他会不会恨我这个妈妈 比比东脸上满是忧愁 毕竟千任雪成神 可是需要他爷爷千道流 献祭的别看比比东嘴上喊着 要怎么收拾千道流那个臭老头 要蚕食掉整个天使家族 但其实为了千任雪 他还是愿意让步的 千任雪上辈子无疑是一个悲剧 可惜比比东到临死之时才醒悟过来 自己的错误却拿来惩罚自己的女儿 所以千任雪所珍视的亲情 比比东都想替他完整地保留 毕竟上辈子如果没有千道流 那千任雪童年将一丝光亮都没有 比比东是一个善恶分明的女人 爱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 这辈子为了不让千任雪伤心 千寻吉死在了他的算计之下 就连千道流都找不出一丝伴侣 自己动手的痕迹来 顶天了也只能归结于唐浩身上 上辈子唐三耶瑟自己 这一辈子唐浩给自己背锅 也算是因果循环了 蓝殿霸王龙家族 一个一缕阑珊的邋遢老头 坐在符文大镇上面 看着两个半大的青年在挨雷劈 还幸灾乐祸地嘲笑他们 哈哈哈哈 你俩没吃饭似的呢 连这么小的雷都挨不下来 居然连女孩子都比不过一 说着还发出鄙视的托尾音 随后老头感觉到了什么似的 突然朝着极北的方向看过去 这是又一尊神吗 小丫头还在那边 该不会是他们弄出来的动静吧 难不成是宁蓉蓉那个女娃娃 继承了神奇传承 不应该啊 不应该 七宝琉璃塔虽然进化成为了九宝琉璃塔 但以它先天九级的资质应该还不够啊 什么时候神威这么廉价了 至于其他人也更不可能了 七宝琉璃塔五魂 缺陷已经弥补的话 那其他人是拍马都赶不上的 那除了这火孩子还能是谁呢 星斗大森林深处 又有神威要出事了吗 何其不公啊 我魂兽一族辛苦修炼数十万年都无法成神 而人族才短短修炼几十载 就能够得到神明的认可 巨大的牛头从生命之湖中钻出来 看着极北之地的方向 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 整个星斗大森林内围 听到这声吼叫的魂兽都瑟瑟发抖 小五也是一脸复杂的表情 看着极北之地的方向 视线回到极北之地 玉玲珑手背上的雪花标记瞬间凝食 通天的光柱瞬间消失 而这个洞坑外面突然出现一个穿着闭色衣服的貌美女子 此人正是极北之地 三大寿王之一的雪地 居然是冰神传承 我寻找了数十万年都没有找到的东西 居然被这几个小孩乱入给拿到了 并且还获得了冰神传承 难道真的这么不待见魂兽吗 雪地倒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魂兽 她是冰雪精灵的化身 只不过被归于魂兽这一类别中 现在她的修位已经五十万年左右了 魂兽过了十万年之后 每活一千年就必须要经历一次雷洁 可见活到五十万年的她有多么变态 第二百三十四章冰神第一考 神奇传承 光柱消失的瞬间 玉玲珑睛睁开了眼睛 打量着自己手背上的冰雪烙印 没想到真被我这乌鸦嘴给说中了呀 玉玲珑看着自己受伤的特殊印记 有些不可置信 玲珑 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受伤 刚刚那树光是怎么回事啊 凝蓉蓉看着在大殿里发呆的玉玲珑 连忙跑过去打量她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道场 玉玲珑示意凝蓉蓉自己很好 没事就好 你说这里是个道场 这是什么意思啊 凝蓉蓉不理解玉玲珑说的话 就是神明遗留在斗罗大陆传承的道场 比如说海神岛和五魂殿 你可以理解为能获得神卫传承的地方 玉玲珑仔细跟凝蓉蓉介绍着 其他人也细细倾听 宇文书看到玉玲珑安然无恙的瞬间 就将玄珍的心放下来了 现在听到玉玲珑两人的对话 她也没有出声打扰 神明道场 戴木白率先出生 随后将自己意志埋藏在心里的疑问 说了出来 说起来自从新罗战场历练结束之后 我跟竹青被立为新罗帝国的太子和太子妃 再后来我们就被父皇送去了新罗祖地 在那里我似乎在弥留之际听到一个声音让我修炼到魂斗罗之后去接受传承 我一直以为这是祖地传承里的一环 但是后来我跟竹青查询过新罗祖地历代的出入历史 我发现根本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 还会不会给跟现在这种情况一样 玉玲珑妹妹 你知道的多 这是什么情况啊 玉玲珑挑了挑眉 随后祭达了戴木白的疑惑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应该是被神奇打伤烙印了 这就意味着你成了他的神位继承的备胎之一 你要是表现好一点 说不定上位就被你收入囊中了 戴老大你可要加油啊 玉玲珑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新罗帝国的武魂繁祖就是邪谋圣王 而新罗帝国皇室供奉的战神是一名二级神奇 戴木白最后好像是获得了战神之位的 现在看根源剧情还是一样呢 就是不知道唐三会不会继承修罗神神位 想到这里 玉玲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忘到了什么 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只能作罢 冰神第一考 穿越极冰岩层 实现一年 奖励冰神清合度5% 神赐浑环一枚 偌大的冰雪宫殿 突兀地发出一声清冷的女声 玉玲珑坚定不移地看着其他人 发现他们并没有发现一样 难道那声音是独独对自己说的吗 所以自己这是冰神继承者了吗 可是自己身上都有海神烙印了 怎么还有其他的神半路接人 这样真的合适吗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林荣荣试探性地看向所有人 好像她也听到了刚刚那个女声 其他人也是一副疑神疑鬼的模样 看着四周 玉玲珑点了点头 对着众人解释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冰神传承的地方 我好像获得了冰神传承 刚刚那个声音应该是神烤传承开始的声音 玉玲珑语气顿了顿 然后才说出来 听到玉玲珑这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什么情况呀 从没听说过一个人可以继承两尊神位 所以玉玲珑这天赋是要上天 那么两位神都找上他来传承 啊 不是吧 胖子我一尊神位都没有继承上了 玉玲珑妹妹就已经身上有了两大神位传承了 真是汉的汉死落得落死 要不你也分我一点呗 要不然我这得啥时候才能寻到一尊神的传承呀 马红骏酸的牙藤就岔在地上撒泼打滚 指着天上树终止了 这差别也太大了 戴木白好歹还有神奇的印记 不出意外 未来是会继承一个神位的 史莱克几人中唐三的天赋绝无仅有仅次于玉玲珑 肯定也会拿到一个神位传承 奥斯卡这家伙又是先天满魂力的辅助十五魂师 这样的先河也值得继承一尊神位吧 那就剩下他马红骏一个人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有两尊神的传承 玉玲珑看着马红骏面色不太好 于是也不再多说了 他怕说多了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在炫耀 心里想的却是唐三在原剧情线中一体双神位 海神跟修罗神 一个是神王 一个是一级神 唐三虽然有两个武魂 但是他这双神位有一个是小五作为剑翘帮他分摊着的 所以自己又没有像小五那样的剑翘 为什么会有两个神找上自己呢 玉玲珑眉头都深深皱起来了 宇文书见状走到他身边 摸了摸女孩柔软的头发 不要想这么多了 反正全程都已经找上你了 多说又无意 神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会有事的 宇文书的话让玉玲珑心中瞬间安定了不守 这家伙倒是一如既往的靠谱 毕竟从小惹祸都是他给自己扫尾的 知道了 都说叫你不要摸 我会长不高的 说起这个身高问题 玉玲珑还是怨念颇深的 他认为就是小时候受多了摧残 还有这家伙时不时地按摩自己头才会长不高 还好后面海神神性清和度增加 才长高了不少 宇文书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长不高一直都是玉玲珑的死穴 这个时候最好是不要发表什么言论 两人之间若隐若无的气氛 让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 宇文书眉眼弯弯 高兴地和奥斯卡食指相扣 真好 现在大家都好好的 宇文书看着奥斯卡 眼中满是柔情和爱慕 披着另一个人面容的奥斯卡 只是淡淡一笑 心中却是有些惆怅 他不可能一直待在宇文书身边的 毕竟这副面容是借来的 迟早都有破碎的那一天 但实在过不去心中的那个坎 不想宇文书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 我好像要开始审考了 你们刚刚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我这边是冰神第一考 是要穿越极致炎兵 实现未一年 奖励使冰神清和度5%和一枚神刺魂环 第235章大逃亡 极致炎兵是什么 宇文书不解的看向玉玲珑 就连戴木百等人 也一副求知的表情看玉玲珑 玉玲珑顿时就明白了 看来大家的考验是同一个 倒是有点像穿越海神之光 不过感觉冰神考核 比海神考核档次要低一点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介绍 不过想到这个地方是冰神的道场 玉玲珑又理解了 毕竟极致之兵的地底下 根本就没有活物 更不要说什么冰神的大祭司 和传承守护者了 正常的生物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 而考核内容居然是要通过脚底下这层冰 时下还在一年 也不知道其他人跟自己的是不是一样的 极致炎兵就是指我们脚底下的这一层冰 冰神传承的提示告诉我 这下面的冰层绝非我们肉眼所见这么简单 毕竟是神考传承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这下面的冰层应该是越往下就越寒冷 这应该是磨练对冰属性元素的掌控吧 你们没有冰属性的武魂要求 应该不会像我一样 要在一年之内穿越这个冰层吧 玉玲珑心中想到的是海神之光 想到海神传承的时候 又要经历一遍海神之光的穿越 他就头痛 反正冰神应急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海神神性也没有减少 看来是真的要像唐三那样走老路子了 那倒没有 就是说要陪同你直到通过考核极致严兵 但并没有实现 我理解的是你通过考核 我们在一旁等着你 顺便混一个神赐魂环 虽然很离谱 但是我理解的就是这样的 毕竟并没有说要我们陪你考核 而是说直到你通过 戴木白不确定地说 到时候看向其他人 想知道他们的是不是也这样 毕竟自己这个 怎样都像是白给啊 当然前提是 玉玲珑能够完成一年内 穿过这一层极致之冰岩层的任务考核 我的跟带老大一样 你们呢 宁荣荣看向其他人 朱竹青点了点头 白尘香跟马洪俊相视一眼 也点了点头 奥斯卡顿不用说了 宁荣荣一个眼神就知道 他和自己一样 经历过生死相依的磨难之后 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情感流露 非比寻常 居然还有这种好事 玉玲珑没想到居然是相当于一种白颂神赐魂环的方式啊 什么时候神卫考核传承这么轻松啊 太原剧情中记得海神七考可不是这么容易的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极致之兵的武魂呢 极致属性的武魂在前面修炼速度会慢于一般天才 就像你先天魂力二十级 但是现在的修为水平却跟弹幕白他们相差不多 可是一旦你到达魂圣境界都直接可以吊打封号斗罗了 当然我的意思是 刚拿到魂环的那种九十一 二级的封号的封号斗罗 脑海中响起原本的假系统的声音 他自称所谓的原之精灵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不见他说话了 但是他总会在一些时间段跳出来找存在感 玉玲珑脸上不显 但在脑海中跟他交谈起来 你一直不说话 我都快要忘记我原来的任务了 我现在已经有了双神传承 包括原来唐三的海神之位也成了我的 他现在原本身上聚集的整个大陆的气域 应该消散了不少吧 玉玲珑的疑问并没有得到回应 仿佛刚刚那个声音只是自己的唤听 这家伙真讨厌 每次都是说两句就不见了 他这是回避呢还是默认 玉玲珑看着面前巨大的兵蟒 皱了皱眉头 极致严冰的入口 就是这条兵蟒最上面的嘴巴里 这条蛇的尾巴 几乎要蔓延到整个地底下去 他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长 不用说也知道越往下走就越寒冷 那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我先去试探试探 马红俊突然开玩笑时的看着玉玲珑说了句话 玉玲珑妹妹 你可要加油啊 我们的魂环就靠你了 玉玲珑扭头对众人一笑点了点头 随后便从背后伸展出出鬼车的羽翼往上飞去 死胖子 神靠这种事情 你还想着让玲珑妹妹出力 给你机会白嫖一个啊 会不会说话 戴木白直接给了马红俊一个板栗 看得宁荣蓉直接拍手叫好 玉玲珑听到底下传来的嬉闹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群家伙还真是有戴某白跟马红俊在 众人交谈就永远不会缺少气氛 只希望奥斯卡可以早点脱离现在的痛苦 这样大家才能又回到以前那样子 玉玲珑知道这一天不远了 即使是邪魂师在神灵的威压下 也只能灰飞烟灭 等到拥有神的力量之后 他会替奥斯卡重塑身躯的 至于唐三跟小五 玉玲珑倒是还没想起来这两人 唐浩上次对他的行为太过于无礼了 玉玲珑对此非常介意 虽说唐三双标了一点 人品卑劣的一点 但他对自己人还算可以 不算顶好 但也过得去 当然玉玲珑知道前提是 他们这些人多有价值相叫 大约飞了五百米的样子 终于看到了蛇头 玉玲珑看着这庞然大物 心中升起无名的敬畏 不愧是神灵造物 如此的宏伟壮观 他来到巨蛇的口中 感觉这里面别有洞天 这蛇的嘴巴里面 像是一条蜿蜒的小鹿一样 而蛇腹内 全部都是盘旋的冰块阶梯 玉玲珑现在站立的位置 就是蛇的喉咙处 站在里面倒是看不清外面的样子 看来这雕刻巨蛇的冰层 还挺大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 都是冰雪 没有任何鲜明的颜色 所以看不出来 顺着台阶往下找 玉玲珑刚开始的时候 还神情自若 可是走完一级台阶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仔细数一下一级台阶 大约是一百步台阶 转好的地方 有一大块方形的冰砖地板 这好像是一级台阶 寒冷程度降一级 玉玲珑顺着这蜿蜒的楼梯 走了大概四级环形的阶梯 而一级环形阶梯 大概是下降了五十米 玉玲珑仔细算了一下 走到地面是十级环形阶梯 他现在已经走了三分之一 但是身体却已经开始感到冷意了 第二百三十六章 开挂的海神考核 叮 海神神考开启 海神第一考 完成冰神第一考 时间不限 奖励神赐浑环一枚 海神清合力百分之五 玉玲珑还差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就到达了地面 突然脑海中就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 就挺无语的 这年头神位都这么不值钱了嘛 虽然但是 玉玲珑心中还是有一点小窃喜 毕竟他这可算是双神位加深呀 从这一点就完爆唐三了 起码他不需要有个小五这样的工具 人当剑巧 神剑 你这什么意思 怎么我一降下神好 你就迫不及待地 给我的传承者降下神考了 冰神不悦地皱了皱眉头 两人明明都说好了 让玉玲珑冰火同源两个五魂 分别继承火神位跟冰神位 谁跟你说他只有两个五魂了 都说了这是我的血缘 后辈他拥有海洋魂兽的五魂 很正常吧 海神翻了的白眼儿 刚刚冰神实在给的太多了 他就忍不住退让了一步 反正这女人说的是 要玉玲珑冰火同源两个五魂 继承火神跟冰神位 可是这跟他海神有什么关系 他海神需要的自然是 玉玲珑的第三五魂 来传承海神位呀 你说什么 他居然是三个五魂 你疯了 神界这群执法者会同意吗 冰神一开始有些震惊 随后就错愕了 你都能冰火同源 两个神位一起传给他了 我怎么就不能把我的海神位 传给我的直系后代 怎么说也是我的一丝神血 孕育出来的生命 这也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那他们执法者怎么不进 将自己的神位 分成几个让出来给别人呢 海神真的无欲死了 不让玉玲珑一人 成三个神位 无非就是怕对方 凌驾于神王之上呗 虽然海神没有经历过 龙神大战 但他对神界这群神之间的 弯弯绕绕 还是能明白一点的 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 神界依然只有五大神王 而偏偏这五大神王 掌握着整个神界的执法权 这名眼人都看得出来呀 神位限制了他们自身的修为 同时也禁锢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神要留下传承 在大陆上寻找继承人的原因 海神跟冰神都是一级神 但距离神王却是十万八千里 一级神之下还有二级神 三级神 神官 神士和神史 这偌大的神界就像一个大染缸 等级分明他 永远都不可能出现什么越界的事情来 你这是要挑衅神王的威严吗 冰神平淡地看向海神 已经没有刚开始的那么生气了 本来他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 神界已经好几万年没有升波兰了 他偏偏就是要将这虚伪的神之地 搅得天翻地覆 玉玲珑冰火同源 能够同时承受冰神火神位 两个一级神位加深的他 必定飞升神界 实力就等同于神王 可是令冰神没想到的是 玉玲珑居然是三生五魂 他的资历比海神要老一点 所以乔剑的东西更多 斗罗大陆历史上的每一个双生五魂出世 都是代表一个齐天的宠爱 于一生的气韵之子出世 而玉玲珑居然有三个五魂 虽然说其中一个 可能是依靠海神道的 但这也更多地说明了一件事情 他玉玲珑就是得天地偏爱 所以才会形成 这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三生五魂 不管他五魂的形成 是以何种形式产生的 这都是天地规则的认可 才会出现的必然结果 这可真是太妙了呀 冰神觉得这一次他的筹谋 算是打对主意了 你都让他继承 两个一级神神位了 我凭什么不能将 我的海神神位传给他 就算修罗来了 我也不怕 大不了就是一死呗 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 海神波赛东 吃笑一声 看着冰神的眼中满是不屑 他虽然不知道 这女人打的什么主意 但多少能猜到一点 他不想卷入麻烦里面 但不代表他怕麻烦 要不然原剧情献中 他怎么敢跟修罗神 抢继承人呢 还被他抢成功了 本来波赛东是不想同意的 但是冰神几万年的积累 给的确实多呀 他将神位传给玉玲珑之后 就要游荡于整个宇宙中 寻找更强大的力量 冰神给的这些东西 可都是好东西 到时候能增加他的保命手段 所以波赛东 才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反正他又不亏 继承人没跑 反而还得了更多的好处 很好啊 我倒是小瞧你 海神波赛东啊 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这种胆量 那就让我们一起 祝我们共同的继承人 早日成神吧 波赛东挑了挑眉 看向冰神 朝着自己举起的酒杯 无奈地做了做样子 跟他碰了个杯 说实话 他不是很想跟疯子一起玩 奈何对方给的多 封完这一把 反正他也要离开神界了 正好离开前 在修罗这只老虎的屁股上 把两根虎帽 所有烂摊子 都留给继承人来处理吧 反正前面的康庄大道 已经给玉玲珑铺好了 他只需要按照自己 和冰神的计划 走下去就行了 玉玲珑的海神第一口 简直就是直接给对方开挂 明明是两个神位 却只需要完成一个 神位的考核就可以了 冰神这女人 虽然也给玉玲珑开挂 但是却没海神 开得那么明显 玉玲珑还是需要 完成神考任务的 只不过他的伙伴们 却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 就能够白嫖 神界一天 斗罗大陆一年 修罗神这会儿 还因为海神与冰神的争吵 处在气头上 意识半会儿反应不过来 修罗这骨气 起码得十几天才能消吧 等到对方反应过来的时候 玉玲珑的神考 估计都要结束了 神位传承完成之后 修罗神再要找海神 和冰神的麻烦就难了 他俩只要一把神位交出去 拍拍屁股立马走人 而玉玲珑作为一个 只是继承神位 却并没有知道 神界内幕的凡人 修罗神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玉玲珑自然是含泪 吃下三大一级神的神位 一进神界 就站立比肩神王呗 正是考虑到了这点 冰神跟海神才敢这么玩 反正就不怕 哎 就是玩 第二百三十七章雪女线 好冷啊 这就是真正的极致之兵吗 我真的能够挺到最后吗 难怪是一年时间 真不知道这地底下 究竟有多长 玉玲珑扶着寒冷的冰晶 石壁坐下来 从地心涌入的冰冷 让他觉得心脏 都快要停止跳动了 他已经往地下下行五百米了 现在手臂上的脉搏 都一样停止跳动了 眉毛上也挂满了寒霜 再往下前进一点点 整个人都要变成冰雕了 这也太难了 这真的是极致之兵吗 为什么会这么冷 上下五百米加起来 一共有一千米了 我自己的五魂附带的 冰属性里面 就有极致之兵了 为什么我都承受不住呢 拜托 你可是冰火同源 你的冰属性 就算做到了极致 但你火属性 还不是极致的 失去平衡 必定要留出一部分力量压制 不然你为什么 才潜到地下五百米的地方 就受不住这股寒意了呢 不妨以假命题的方式 来推断一下 你这次的冰神考核 你本来就因为极致之兵 所以这个通道 应该很容易通过才对 但是由于五魂属性 两相失衡 极致之兵必定会流失 或者是压制大部分能力 这样才能让你五魂 不至于因为属性冲突 而暴体身亡 玉玲龙听到这话 明白的一点 所以是要将自己的第二五魂火属性 提升到极致之火吗 极致之火要怎么演化呢 难不成回天斗帝国 去落日森林的冰火两一眼吗 这一去一回的距离太长了 根本做不到呀 不妨试试用你的火焰 一步步对抗着洞穴里面的极致之兵 等到你能够完全用火焰 抵抗住洞穴里面散发出极致之兵气息的那一天 你这火焰才算是真正的极致之火 玉玲龙对着脑海中的小精灵 道了解 然后运转第二五魂 这才感觉到身上回暖不少 果然如此 看来这冰神第一考 其实就是让我将第二五魂的火焰 转化为极致之火呀 玉玲龙终于知道 怎样应对这个第一考之后 就飞出来 将自己的猜测和伙伴们说了一下 原来如此啊 凝蓉蓉扁了点头 她关切的很像玉玲龙 这样做会有危险吗 玉玲 这冰神考核实现是一年 如果没完成的话 你会有惩罚吗 放心吧 好核不通过的话虽然不会有奖励 但是也不会有惩罚 只需要从头来一遍就行 但是机会只有三次 玉玲龙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 但是自己脑海中的神考记忆确实如此 她记得海神神考失败了之后 惩罚可严重了吧 这二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想到海神考核 玉玲龙又有些不确定了 因为自己在那个巨蟒的腹部里面 收到的海神考核消息并不作为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 玉玲龙犹犹犹豫的模样 倒是让其他人来了精神 向来果断出手的女霸王龙 今天怎么扭扭捏捏的 怎么了 朱竹青走到玉玲龙身边 拉着她的手关切的问道 我刚刚好像也收到了海神考核 M不知道怎么说 海神第一考居然是让我完成冰神第一考 奖励神赐魂环和那个海神清和度 感觉就像白给一样 难道神位都是这样传承的吗 玉玲龙挺不理解的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其实她也不太敢相信 因为她怕自己这样说出来会挨打 果不其然 戴木白瞬间下巴张开 眼睛瞪大眉头挑高 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玉玲龙 夸张的要原地手舞足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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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白给的神考奖励 双神位考核 啊 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是不是人话 要是神位传承真的是大白菜 为什么我们在场不能人手一个 怎么好事都让你一个人给占了呀 戴木白刚想要嚷嚷几句 耳朵就被某人给低溜起来了 你说什么呢 玉玲能够拿到双神位 自然是她天资出众 她可是斗罗大陆第一人 戴木白的话 让朱竹青很不高兴 毕竟玉玲珑天赋真的很高 毕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三身五魂 这样的天赋都能够让神兵为之侧目 朱竹青不是很喜欢酸言酸语地说 玉玲珑身上神位多得跟白菜一样 毕竟这是人家天赋家努力点来的 谢谢 玉玲珑LAP这一个事 在场所有人就都干不了吧 所以说这是人家应得的也不怪带老大吃惊 这确实 跟白给神位一样啊 宁蓉蓉也是反映了好久 才收集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要是哪天玲珑身上再躲一个神位 我都不觉得惊讶了 马洪俊开玩笑地说道 但是他眼中确确实实流露出了向往与羡慕 正是少年意气风发时 谁又不能向往那至高位成神 估计是每一位魂师修炼的终极目标吧 只不过立马洪俊没想到的是 此话在不久之后就一语成戳 宇文书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玉玲珑 嘴角微微勾起 请着一抹微笑 眼中满是骄傲与自豪 还有替玉玲珑感到高兴 一年后 玉玲珑所在冰神传承外面的洞口 呸 找了这么久 终于找到了 估计这里就是冰神传承地点了 如果玉玲珑的人 在这里看到这些人的装扮的话 立马就会认出来 是他们的老对头邪魂师 这群人披着同样遮蔽阳光的袍子 有些人袍子下面露出来的一样 让人不想再犯第二遍 那我们赶紧进去吧 大人吩咐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顺便调查一下 一年前来这里好茶的那只小队去向 就在一伙人准备工具 要往下爬去的时候 一个清冷的女生 在冰天雪地中响起 你们是什么人 来这里干什么 如果是想要打扰里面的人 进行神奇传承的话 要先过我这一关 男人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子 整个人钟灵玉秀 与着漫天的雪花 格外相配 你是谁 邪魂师头领 疑惑地看向女子 随后对阵身边的众人 使了个眼色 慢慢朝对方包围过去 任何出现在这里的人 都不能干扰他们 接下来要进行的计划 彼得 写了这么久 都没给粉丝们特地加根过 因为这是处女座 肯定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 这本书快要完结了 还有预算十几万字左右 今天给大家个红包 先到先得哦 新书斗罗 开局获得曼多拉的镜像之力 签约成功 屯高几十张 欢迎书迷入坑 谢谢大家的支持 第二百三十八章 地寒天雪舞要扬 把她爱死了 位首的那人一声令下 所有人亮出魂环 对着那突然出现的女子 发动魂迹 雪地看着面前这群人眼中 满是复杂 但更多的还是厌恶 这群小鱼小虾 她压根都不放在眼里 即使这群人中 多是六环七环的魂帝魂圣 地寒天 雪舞要扬 雪地博纯青张 雪地里飞舞的雪花 纷纷扬扬地落在这裙带着 黑袍的魂狮身上 雪花掉落在身上的瞬间 整个人就灰飞烟灭了 即使是夜死人 也不过刹那的事情 不过一夕之间 天地之间独流雪地一人 她看着这巨大的洞窟 露出难受的神情 天地规则 当真如此严酷吗 她修炼到六十多万年了 依旧看不到成神的希望 苦苦寻找的冰神传承 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还没有任何感应 这里的神考开始之时 她也接收到了冰神神考 只不过她并不是继承人的好壳 而是帮助继承人通过考核 神考的奖励 对于她来说可有可无 几万年的修为 凭借自身能力 她也能够做到 她需要的是成神的希望 冰神以考核的方式捆绑自己 让自己为她的继承者护道 真是好缜密的心思 在这极北之地 人既罕至 但仍然要为她的继承者 多加一层保护 她身为极北之地的 三大巨头之一 什么时候这样屈尊降跪地 给一个人类小孩 当打手保镖 等到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雪地离开了此地 就在她离开后不久 一颗黑色的珠子 缓缓浮现在雪地中 哈哈哈哈 不愧是主上赐予的无上神物 居然能让我不死 结结结 接下来就要去寻找 冰神的继承人了 黑色的珠子 缓缓飘到这个洞窟中 顺着光亮往下移动 然后悄无声息地透过冰神宫外的能量罩 溜了进去 什么情况 宇文书等人看着突然飘进来的 黑色珠子吓了一跳 结结结 黑色珠子里面发出来一阵阵 渗人的笑声 这让奥斯卡脸色立马一变 他马上就联想到了某个熟悉的声音 不好 这东西像是那邪魂师组织弄出来的 奥斯卡刚要开口 宇文书就提醒众人 所有人听到这话 立马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警惕 胡说八道什么呢 什么邪魂师组织 我们可是圣教 随着珠子里面传出来那道阴柔的声音 众人面前浮现了一个残影 看着像是灵魂状态 但又跟正常人相比没有什么异样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看着怪圣人的 马红军立马搓了搓自己手背上 起来的鸡皮疙瘩 把白尘香往自己身后带了带 他是见识过邪魂魂师 至有多么凶残的 让我看看 你们中间哪个是冰神的传承者 那中年男人 拿着自己手上的黑色珠子 在众人面前一一扫过 然后皱了眉头 有些不悦 怎么没有反应 你们中间没一个是冰神传承者吗 莫不是这圣物刚刚能量用完了 黑袍人喃喃自语的模样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常人 依依 突然之间 这珠子发出暗淡的光 缓缓地朝地面往下飘 黑袍人见状眼中金光大闪 难不成在地下 你想干什么 宁荣荣率先发动的武魂 绝不能让对方知道 玉灵蒙所在 此人来者不善 必定有所图 而且还点名道姓的目标 直指冰神神卫继承人 姐姐姐 还有这么多小蚂蚱呢 那就先送你们下地狱吧 黑袍人直接释放出自己的魂力威压 黄黄子子黑黑黑 一共有八道魂环 此人竟然是魂斗罗 武魂撑开的瞬间 他身上的黑袍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见这人额头上长着两只 类似于人面魔珠一样的眼睛 这诡异的样貌 看着就让人作呕 宁荣荣看到眼前之人的模样 瞬间像是明白了什么 但是他浑身僵住不敢看奥斯卡 原来 原来如此 难怪奥斯卡一直都用别人的样貌 宁荣荣之前虽然猜到了 但没想到居然会如此恐怖 倒不是宁荣荣嫌弃奥斯卡 变成眼前男子这样的模样 他在恐惧的 是奥斯卡承受样貌改变之时 会有多大的痛苦 这眼睛明显就是用非比寻常的方法 移植到人身上的 看上去这样邪恶 迎灭之光 第五魂环缓缓律动 发动的魂迹直奔宁荣荣面门而来 魂斗罗的速度比在场所有人的速度都要快 宁荣荣还来不及防备眼见 这一击就要落在自己身上了 身侧的人更快一步就挡在了宁荣荣身前 小奥 回忆重现宁荣荣仿佛又回到了数年前的 新罗战场历练 那时候奥斯卡也是这样 义无反顾地挡在自己身前 他的泪水瞬间决堤 眼泪如同珍珠一般滑落脸颊 可恶 你这恶心的怪物 吃小爷一记 凤凰火线 马洪俊看到兄弟受伤 不禁十分愤怒地看着这不忍不轨的邪恶之人 凤凰笑天机 魔蝶寄生 白虎流星雨 幽冥影分身 宁水飞鸾 几人的魂迹纷纷接踵而至 虽然对敌魂斗罗这样强悍的存在 但他们也丝毫不输气势 凝蓉龙连滚带爬地来到奥斯卡身边 奥斯卡被刚刚那一击打中 飞出鸡米远 嗨嗨 鲜红的血液从奥斯卡口中喷射而出 他再也无力维持别人的样貌了 变成了原本自己的样貌 记忆中 俊朗如玉的小狼君 居然变成了快要入土的老者 他身上的皮肤满是老年人的皱纹 就像是枯死的树皮一样 依附在骨头上 浑身都看不见脊梁肉 凝蓉龙看到奥斯卡的模样 崩溃大哭 可想而知 奥斯卡到底经历了 怎样恐怖的事情 小奥 奥斯卡双眼黯淡 有些无神地 焊着自己心中唯一的净土 蓉蓉 看着眼前的爱人 依旧青春靓丽 而自己却如同苟言残喘的 哭诉一般 快要凋零了 他心中有些不甘 明明已经得到了凝蓉蓉的芳心 两人都约定好了 以后生了孩子 要让玉玲珑做干娘 可是就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第二百三十九章逃命 你这恶心人的怪物 看我不砸扁你的狗头 一道焦喝声 从众人身后响起 来人正是玉玲珑 玲珑龙仿佛是找到了 救星一般连忙扭头看过去 玲珑 小奥他快不行了 你快救救他 快救救小奥 我不想他死 呜呜呜 凝蓉蓉想要捂住 奥斯卡流血的地方 但是双手已经被流出来的血液 进得通红 这一次 他依旧感觉是那么的无力 我这就来 玉玲珑已经完成了第一考 刚刚冰神 已经下发了一枚神刺魂环 他的第三五魂海洋之星 还没有附加魂环 如果附加魂环之后 给奥斯卡治疗效果 肯定会更好 想到这里 玉玲珑也没在犹豫 这一年在不断的压力下 他的魂力增长速度快到惊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再过各把月 他就能够达到六十级了 这梅魂环应该是冰神 特地为他的第一五魂准备的 现在要用来附加在第三五魂上 不仅仅会打断预想中的修炼计划 而且可能会将这第三五魂废掉 但是这可是奥斯卡呀 一路走来的小伙伴 玉玲珑做不到见死不救 宇文说 带老大 你们再撑一会儿 我先救小奥 玉玲珑直直地朝着宁荣荣和奥斯卡 奔过来 荣荣 你不要干坐着 去给他们辅助吧 我在这吸收完一个魂环 就给小二治疗 宁荣荣错了一下 之前脑海中那神好完成的声音 他也听到了 这个时候吸收魂环很明显就是为了小奥啊 宁荣荣想要出声阻止 但嘴巴动了两下 终究没有说话 玉玲珑这样做 他的第三五魂很有可能与魂计不匹配 从而废了一个魂 这也是在拿概率去赌 万一是合适的治愈环境 那么奥斯卡的救治希望就大大提高了 这时候宁荣荣还不知道 神赐魂环自己坚持越久年限越高 可眼前这个情况 玉玲珑根本就没有办法成心去吸收魂环呢 是的 玉玲珑打算选择一个自己舒适 可以快速吸收的年限范围 不然魂环吸收完 奥斯卡都直接升天了 好 我一边给他们辅助 一边守着你 有些事情注定是两难全的 奥斯卡那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呀 而且对方屡次救过自己 即使是玉玲珑的第三五魂 会废掉第一个魂环位置 但宁荣荣也做不到阻止 看似是两难选择 但其实宁荣荣心里面早就有了决断 就这样他心中依然备受煎熬 奥斯卡对自己是不错 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但玉玲珑这些年从小跟自己长大 也曾屡次救自己于危难间 如果两人的位置对话 宁荣荣依旧也会让奥斯卡救玉玲珑 神赐魂环吸收起来一点痛苦都没有 得亏玉玲珑的身体素质比得上魂兽 不然他这第一魂环年限真的要废掉 他这个第三五魂 第一魂魂是两万年年限 是他极易吸收的年限范围 不过一个呼吸间缓缓就附加好了 不愧是神赐魂环 玉玲珑感受了一下这魂环赋予的魂迹 随后将第三五魂海洋之星释放出来 柔和的蓝绿光芒涌入奥斯卡受伤的口子上 第一魂迹 治愈之光 两万年的魂迹 确实可以相当于普通的第五魂迹了 虽然没有让奥斯卡一瞬间就生气了 但他也脱离了危险期 只是整个人因为失血过多而脸色苍白 这样如同老树沟壑一般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苍白之感 让人看得怪甚的慌 玲珑 谢谢了 我又欠了你一条命 奥斯卡嘶哑的声音传来 玉玲珑不在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他说道 小傲你站远一点 我去帮他们 荣荣快回来 那个奥斯卡站在这里 我去帮忙 宁荣荣听到玉玲珑的呼唤 扭头看过去 奥斯卡已经从原地站起来了 可见伤势大好 同时心中也在感叹 玉玲珑这个第三五魂简直逆天 比那所谓的九星海棠还要厉害 这也说明玉玲珑的那个第一魂技 是适合他那个五魂的 这下宁荣荣心中的愧疚感少了不少 小傲 宁荣荣狂奔过来一把扑入奥斯卡的怀里面 眼角泛滥着晶莹的泪花 奥斯卡抬起他那干枯的双手 温柔地摸了摸宁荣荣的后脑勺 仿佛怀里的人就是他的所有 眼神浅浅眷恋的能舔死几只单身狗 玉玲珑加入战场也没有太大的起色 只是双方能够持平 这可不仅仅是少数对多数的问题 要知道玉玲珑他们几个人每一个拿出来 都是可以越街作战的存在 只不过眼前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有点邪门 对他的攻击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害性的作用 只能够以攻击抵挡攻击 并不能伤害对方一分一毫 这可就有点棘手了 再这样下去 他们阵营的魂力耗完了 这家伙还能够云淡风轻的使用魂迹 玉玲珑皱了皱眉头 随后看向身后的冰雪巨蟒 去那条巨蟒的嘴巴里面吧 我已经通过好壳了 现在我们朝下走应该没有了那种冰雪压制能力 再这样打下去 我们根本就拼不过这家伙 跟个涌动机一样 玉玲珑张开第二五魂的翅膀 随即捞了一个出竹青 四个有翅膀的戴上没翅膀的朝着那个巨蟒洞口出发 这冰川底下就是熔岩了 我瞧着他对马红俊的魂迹倒是有些忌惮 只躲开了没有应接 或许下面对我们更有利一些 几人听了玉玲珑这话 立马就行动起来了 白尘香抓住凝绒龙 马红俊带着戴幕白 宇文书自然是和他的老搭档奥斯卡一起 几人急速朝着巨蟒的洞口飞过去 身后那个人瞬间飞到珠子里面 操纵着那颗黑色珠子跟在几人后面 也不知道这珠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居然这么诡异 玉玲珑扭头看了一眼 突然想到了一个东西 原剧情中心的大森林 有一个得到邪神传承的按摩邪神虎 他体内好像就有一个这样的珠子吧 这莫非是邪神传承 如果是邪神传承的话 那么和这个邪魂师组织挂钩倒是情有可原 感谢观看